因一下日 谁能拒绝一盘美味的辣妹呢 哦 说错了 是谁能拒绝一盘美味的烧辣呢 但眼前这却年过半百的破老头 究竟是来吃烧辣还是来一包眼福 想必名眼人都看出来了 妖怪只能怪这金发没火辣 五官标志不说 身材还贼性感 望着男人们毫不收敛的目光 丈夫阿全绷不住了 一时间脸色铁青跟个墙板似的 于是晚上一跟兄弟哥俩好玩 连忙就回家找美人谢谢火辣 咳到嘴的肥肉却吃不得 这种痛苦你能懂吗 但这时还真不赖金发妹 是阿全自个不行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不行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要金发妹跟其他男人稍有接触 阿全就觉得头顶绿帽 不管三七二十年 对着金发妹就是一顿猛奏 这天 殡仪馆的老板阿武光 连了阿全家的烧辣店 哪知刚进门口 就跟金发妹相谈甚欢 他俩是在金发妹母亲的葬礼上认识的 阿全的做事缜密和绅士的为人 给金发妹留了个很不错的印象 当然阿全也对这个在丧礼上 哭得梨花袋里的美女印象深刻 但两人一来二去的交谈 在阿全的眼里 却成了明目张胆的聊步 于是回到家对着眉烟的金发妹 忍不住又是拳打脚踢 第二天一到 金发妹拿着外卖的烧辣送去给阿武 阿武一看金发妹脸上身上的伤 就知道定是阿全动得粗 但阿武没有细闻 只是极为温柔地 为金发妹按摩受伤的双头 就是这份细致如微的体贴 让金发妹的心在不经意间懵懂 实际上金发妹原先一直做着外交女的工作 是阿全花了大价钱给她赎了身 从那以后她便以身相许嫁给了阿全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 阿全对待金发妹也是极好 只是这日子久了 本就对那方面自卑的阿全 再加上外界男人对金发妹的虎视眈眈 她的性格变得女婿 越发多一切暴躁 但金发妹尽管是整日过得非打即骂的日子 也依旧是对阿全怀揣感恩 从未想过背叛 不过现今阿武的出现 显然让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接二连赛的巴掌让金发妹应接不下 一时间巴掌和呼喊声充斥着整个仓库 然而这一付费内容却被门口的秃头男记录了全程 受尽暴打和羞辱的金发妹 干脆就找到了阿武求安位 顺带彻底坐视着不忠的罪名 一时间两人干柴烈火来得火了 好巧不巧的是 这一幕恰好又被先前的秃头男给撞尖了 还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追谎小达人 于是他又毫不客气的给人录了下来 然而说起这秃头男 他可是阿全最好的朋友 只不过这朋友吧 也就是明面上庄庄的表面功夫 嘴上说着要阿全做铁哥们 连带着嫂子金发妹也会一同照顾 可实际上心里憋着坏了 毕竟漂亮嫂子看看哪够啊 必须得尽心尽力的照顾 趁着阿全喝醉倒下 秃头男转身就将魔爪伸向了金发妹 不愿屈服的金发妹 当即就给了她一记无影脚 随后立马跑去找阿妩 但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 实属让金发妹有些抓狂 所以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阿妩 我们一定要先动手 你帮我解决阿全 这样 我们就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你说是吗 大概是金发妹的温柔香过于迷人 阿妩竟然真的答应了 于是两人的计划也由此展开了 先是靠着金发妹的美人计 哄着阿全喝了一杯又一杯 眼看人喝得都迷离了 阿妩便拿上菜刀出现了 然而她也是头一回干这事 难免有些小紧张 痴痴不敢下手 还是一旁的金发妹干净 抢锅菜刀就是一批 整得跟开西瓜似的 一时间鲜血渐化了两人的脸 而阿全也如他俩所愿的一面误呼了 可接下来金发妹的骚操作失属 就有些过分血腥了 她将阿全的尸体四分五裂 剁成了一块一块排骨 极其娴熟的手法和面不改色的神情 让阿妩都难免毛骨悚然 经过大火的一遍又一遍的焚烧 阿全被做成了新的烧腊 然而这里人头皮发麻的人肉烧腊 却让每个来访的顾客拍手叫绝 老顾客们更是纷纷表示 这烧腊比以往的更为好吃 所以很快阿全的尸体就被吃干抹净了 而金发妹和阿妩的感情 在没了阿全的左爱后 似乎也终于步入了正轨 但大抵是男人总靠不住吧 即使是看着再老实的男人 也会有像偷星的一天 没因娇娘的烧腊店 招来了无数回头客 但没人知道如此美味的烧腊 竟是人肉做成的 等着看吧 很快就有新鲜的肉送上门来了 不同于火辣的金发妹 大眼妹显然是走青春挂的 眉眼弯弯 笑起来甜美的不行 一下就戳中了阿妩的心 最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大眼妹很特别 寻常人都是来给一锅的家人朋友 定着棺材 但大眼妹不一样 她是要来给自己定 原来实在不久前 大眼妹被检查出了绝症 医生说她只剩下仅仅一年的寿命 为了体面的离开 她便想提前为自己安排好死后的事宜 这阿妩一听 好家伙呀居然还剩一年 恰好就能小头小摸的谈个小恋爱 到期了还不用负责 最棒的是这可是善举 如此如花似玉的少女 怎么能就这样孤独终老呢 然而这坏心思还没开始呢 就被金发妹逮了正着 现如今的金发妹 可是跟她最初认识的大不相同 全没了曾经的娇乐模样 你给我听听说 总之 我就是不喜欢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凶害而强势的金发妹 显压的阿妩有些喘不上气 而激励金发妹对阿全的所作所为 也如同甩不掉的梦魇 时时刻刻地围绕着阿妩 让她惧怕到透不过气 因此比起金发妹 她显然更爱贴近大爷妹 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暧昧 大爷妹温柔的性格 以及不畏生死的态度 让阿妩很是着迷 所以没过多久阿妩便劈了腿 但近期的金发妹 倒是暂时无暇顾及她 因为她有了更麻烦的事 就是那阴魂不散 又开了挂式的秃头男 很显然秃头男 有着金发妹诸多把笔 不仅如此 她似乎还猜到了 阿全离奇失踪的原因 一时间金发妹对她也是没了法子 好在这家伙只是个 彻头彻尾的变态罢了 早上没也没想着告发金发妹 只是想露点有色视频 顺带拿金发妹开个婚 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不做死就不会死 也就没一回功夫吧 金发妹近日就不用买新肉了 随时都有钢仔的人 供应店里需求 成本都省了不少 但前脚刚送走这秃头男 后脚金发妹就察觉到了 阿武的不对劲 毕竟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阿武之人也是干脆 当即直接找到了金发妹 直接了当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忠 我曾经爱过你 我还为了你杀了阿全 但是现在我看到你 我很害怕 听听这说的是言话吗 因此咱们的专业快子手金发妹 这次也没能收拾 当然除了阿武 金发妹还凭着异己之力 将大眼眉的生命周期 从一年缩短到了一天 当然最后 这两人也根据老规矩 变成了无数过客的盘中餐 柳子引回谋 万般皆错爱 斩断归情目 魂灭如青烟 百音必有果 爱与恨的极致皆是毁灭 优优独播剧场